英格兰打破魔咒,全队狂欢,有谁注意到,他跪倒在地,差点成罪人北京时间7月4日,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结束最后一场淘汰赛的争夺,英格兰队终于打破点球魔咒,最终击败哥伦比亚队,晋级世界杯八强,本场比赛,英格兰一度取得了1比0领先,不过在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,米娜顶尽了一记价值千金的投球, 帮助哥伦比亚在绝境中颁平比分,加时赛里双方都没有获得进球,最终进入互射点球的点球大战,点球大战里,虽然亨德森率先罚丢点球,不过皮克福德发挥出色,英格兰队历史首次在世界杯点球大战中取胜,时隔12年再度晋级世界杯八强,皮克福德在本场比赛中发挥出色, 铺出了巴卡的点球,成为球队取胜的最大功臣,值得一提的是,皮克福德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二位在点球大战中,铺出过点球的,英格兰首门员,而上一位是1998年的西曼, 他铺掉了克雷斯波的点球,在戴尔制胜点球打进的瞬间,英格兰全队都在疯狂兴祝, 毕竟这是英格兰队史首次在世界杯点球大战中获胜,全队的激动之情很容易理解,不过有谁注意到,有一人确实比较淡定,他就是利物浦队长亨德森, 在全场比赛中,他尽职尽得的防守,串联着球队的中前场,但是在最后的点球大战中,他却拔丢了点球,在戴尔打进最后一例点球时,亨德森直接跪在了草地上, 随后又亲了皮克福德一口,这一刻他避免了成为球队的罪人,那一刻,亨德森释放了所有的压力。